北岸藤蔡这24金签帮要出租 但是资金是新博地加一声 一年资金超过800万 让很多业价一万都不敢做 现在台藤公司也有意思 要资金给资金 让签帮多月有机会 那我们董事长陈昭毅 也特别请我们公司定了一个新的 这个出租的办法 要特别就这个仓库的部分 去做优惠 办法会在8月份提董事会 那只要通过以后 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活化 有相当的注意 也可以减轻这个厂商 来承租我们台浪土地跟仓库 的这个资金压力 那有助于这个厂期的开发 选到一半差不多吧 不仅除了台藤公司用帝 北岸藤蔡主委都帝22公斤 本年管政府已到此 极为变金建帝利用网络 不过仅对藤蔡来面24金签口 台浪市希望以中卫方式来处理 县政府它是大概就是 承担规划就在规划 就是包含的后面的这个16公顷 连仓库一起期段征收 那目前我们比较不倾向这种方式 那因为农业期变更的这个部分 以前都是用期段征收 那我这个是工业期 如果仓库用期段征收 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希望是用重划的方式来办理的 北岸藤公司也一件配合协调处理 台藤透过的都市变金 并且各位这24金签口 作为文聪峰区 目前郭文公司已经开始整个月 当然现在我们管政府这边 在办理一度是计划变更 就是将土地有所调整 当然要发展这个地方 通常一定要跟地方密切的配合 共同来开发 共同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潮 来到北岸拜马祖之外 还有一个休闲的空间 来这边参观一下 这个我们文职园区的所谓的展示馆 北岸藤抢每年需要到2500万的地隔岁 进行变金也是中月之后 可以行间站在社区 观光甘典增加收入 对电风发展是很大的帮助 现在台藤大栋 作业务价格签帮助 竟打掉签枯围团 也是希望新京都主 加进入沌青布林 让腾签空间不在现地 记者力三藏不倒